中共十九届中纪委二次全会召开首日 习近平发表讲话强调 十九大后 要重整行装再出发 要坚持反腐上无禁区 全覆盖 零容忍 对老虎要露头袖打 苍蝇乱飞也要拍 分析认为 这是习近平对江派政变集团发出的警告 中共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于2018年1月11日至13日召开 除外访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六常委悉数出席 新任中纪委书记赵乐际首次做工作报告 新华社报道 习近平在会议上强调 反腐工作要坚持无禁区 全覆盖 零容忍 坚持重恶制 强高压 长震慑 坚持受贿行贵一起查 坚决减存量 重点恶增量 老虎要露头袖打 苍蝇乱飞也要拍 同时习近平还提到要抓后面保护伞 强化震慑等等 统计发现 习近平前五年任期的反腐运动中 已经拿下了周永康 郭伯雄 徐才厚 孙政才 令计划等多个江派政变集团成员 十九大之后 当局便宁周永康等人阴谋篡党夺权 而上述有关老虎要露头九大的说法 被认为是习近平对江派政变集团发出的警告 1月11日晚 中纪委网站通报称 去年纪检监查机关一共立案52.7万宗 除分52.7万人 包括58名省部级及以上官员 和3300余名厅局级官员 十九大闭幕至今 中纪委接连公布前中央网信案主任卢伟 辽宁副省长刘强 河北原副省长张杰辉 陕西副省长冯新柱 山东副省长近江其五只老虎 近期更攻不了军中大老虎 中央军委员参谋长房峰辉落马受查的消息 时政评论家李天笑分析说 从十九大后 习近平打鼓的频率 速度和内容看 基本与十九大后的五年相同 从十九大后 已被打下来的六个大老虎看 与前五年绝大多数落马官员 属于江派 有参与迫害法轮功及政变背景相符合 不过 在抓捕首范江泽民 曾庆红上 习近平被认为犹豫不决 李天笑分析 习犹豫不决的最大障碍 其实是放不下对中共的所谓感情 还不能割舍对中共权力的留恋 江泽民集团的罪行主要体现在 巨额贪腐 大规模杀害民众 包括活摘器官 政变 出卖国土等等 李天笑认为 对其进行抓捕和判罪是理所应当的 是民意和依法治国所要求的 而且目前证据的采集和法律诉讼程序都基本完成 但江泽民集团的罪行是依靠中共的体制 资源 组织原则等共产党的邪恶力量才能完成的 清算江泽民集团必然牵涉到中共本身 一旦江泽民集团的罪行被公布 可能直接导致中共的崩溃 李天笑分析认为 只要习近平还没有把人民和国家利益看得高于中共的利益 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共产党的本源和实践都是邪恶的 都充满罪恶 还不愿抛弃中共 江泽民曾庆红就有可乘之机 就可以以中共的利益捆绑习近平 迫使习近平住手 但是 习对江和中共网开一面是非常危险的 一旦中共垮台 习将承担中共和江的罪责 而习反复打江一路有惊无险是因顺令天意民意 一旦保江保共江立天意民意 凶险接踵而来 此外 江派也绝不会就此放过习 因此 除恶务进继续反腐 抓捕江曾 进而抛弃中共 是习近平能化险为夷 重建中华民族大业的唯一出路 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九届二中全会 在官方公布的内容中 与网界相比出现三大异常 一是 罕见未提领导人建议名单 二是 会期提早到了一月份 三是 不仅要安排人士 更要讨论修改宪法 对于修改宪法 港媒分析主要有三大看点 中共中央政治局此前召开的会议上 决定2018年1月 在北京召开十九届二中全会 这一安排打破了此前延续多届的惯例 中共十三大以后的历届二中全会 召开时间基本为2月 晚一点会是3月 但十九届二中全会将在2018年1月召开 比以往提前了一个月 中共的二中全会 按惯例将向在三月份召开的 全国人大 推荐国家机构领导人员人选建议名单 以及向全国政协推荐全国政协领导人员人选建议名单 不过 外界发现 在官方公布的内容中 却和网界不同 没有建议名单这部分内容 是否意味着高层人事布局依然打斗激烈 有待关注 1月12日 港媒评论说 本次二中全会 还有一点与以往不同 那就是不仅要安排人士 更要讨论修改宪法 况且两相比较 在最高领导层的席局上 修宪的重要性要远高于人士 在中共十九大敲定政治局 书记处 军委 中纪委之后 人事大局已定 两会换届时的主要角色已就位 个别还不明朗的职位也都是吴冠洪指的次要配学 但修宪不同 将十九大确定的新思想 新核心写进宪法 这是固化新时代集权体制的重要一步 评论说 本次的修宪主要有三大看点 一是 习近平思想纳入宪法总则的指导思想 上升到国家意志 不仅中共全党要遵守 全体国民也要遵守 二是 可能修改国家主席任期制 二是 为习近平将来连任扫清法律障碍 三是 增加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有关内容 将国家机构由一府两院变更为一府一委两院 评论说 监察委不过是将中纪委加挂一块牌子 党政合一而扩权 重要的还是前两点 习思想在十九大上已写入中共党章 不少观点认为 习的地位不仅超过了前任江泽民 胡锦涛 甚至超过邓小平 比肩毛泽东 邓小平理论是在邓去世之后才写进党章 而江泽民 胡锦涛的名字根本没有写入中共党章 而且习思想入党章是在任内 且紧接着仅几个月就要入宪法 无逢衔接 通过法律形式进一步确立指导思想和核心地位 反映出高层对休闲问题的极度重视急紧迫性 中共人大2014年设立了国家宪法日 并于2015年设立宪法宣示制度 官员就值需宣示忠于中共宪法 维护宪法权威 宪法修改后 宣示将与效忠核心 维护核心融为一体 评论说 中共国家主席任期制是否修改 是另一个紧迫的问题 目前中共的宪法规定 中共国家主席任期为每届五年 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不过 中共对总书记和军委主席的任期并无名文规定 中国历史学家张立凡说 不排除当局通过删除 中共国家主席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的宪法修正案 去年10月 召开的中共十九大赏 被外界认为是中共下届前在接班人的六十后 陈米尔 胡春华双双没有入场 中共新一届政治局常委都是清一色的五十后 令外界普遍猜测习近平谋求三连任 政论杂志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说 习近平会在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时继续谋求掌权 因为他走到这个位置就没法停住 放弃了权力就会对他构成危险 世界日报也曾刊发评论称 对习近平五年后可能改变中共领导人任期 置之说 圈内人有不同他法 他们说 毛泽东绞尽脑子 与人斗了一声 最终还是翻了船 邓小平百炼成刚 1992年要不是冒死绝地反击 也险些翻船 中共十九大赏习近平并非全胜 而习招并买马集权左倾是为了保命 同时还需要最大限度地保全自己队伍 保全四期翻盘的希望 以保五年后能平安隐退 习上台之初 不但面临被江泽民架空的状况 甚至传出江派密谋政变 习胡联手拿下薄熙来和周永康后 为了自身安全和不当傀儡 只能选择通过反腐和改革 将权力从江派掌握下一步步夺回 而在十九大之后 习仍面临江派势力的垂死反扑 尽管新一届政治局委员习家军占多数 但中共党内派系的斗争并未淡化 而是更为激烈 习打着赵家旗号扩张习家军 而利益集团也在用党内规矩来捆绑他 这是习面临的最大难度 韩媒消息 为争取恢复中朝贸易 朝鲜驻华大使折服不出 无声的威胁要与北京断绝关系 同时 朝鲜在国内不断煽动反中情绪 甚至声称朝鲜导弹射程 已覆盖中国全境 11日 韩国文化日报援引外交人士的消息称 根据朝鲜党魁金正恩的指示 朝鲜驻华大使驰在龙已中断了 与北京当局有关的一切外部活动 在驻北京大使馆进行抗议性 折居两个月之久 驰在龙去年11月 曾前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使 宋涛帮朝回国 之后就没有再露面 另一位外交消息人士说 朝鲜正在进行无言的示威 一字是如果中国不同意朝鲜的要求 就可能是时长断绝与中国的关系 朝鲜8日在平阳举行劳动党政治局扩大会议 正式决定诉清张成泽 9日朝鲜中央通讯社等官方媒体 正式对内外公布了该消息 据分析 在张成泽被诉清后 实在龙依旧参加官方外交活动 可能意味着他将继续担任驻华大使这一职务 报道引述北京高层外交消息人士的话透露 朝鲜为了突破国际制裁造成的困境 在强调恢复中朝传统友谊的同时 主张两国贸易关系应该与朝核问题分离 以此实现中朝贸易正常化 但北京尚未决定降低制裁与施压的水位 在外交上对北京施压的同时 金正恩当局也在国内持续煽动反中情绪 导致很多朝鲜民众也对北京心怀仇恨 自由亚洲电台4日援引交系人士的话说 去年12月在朝鲜团体朝鲜社会主义女性同盟 于清津市举行的会议上 朝鲜官员宣扬反中言论称 尽管日本是一百年的敌人 中国则是朝鲜一千年的敌人 消息称因为朝鲜当局故意挑动 反中情绪在最近变得比反日情绪更激烈 为疏解人们对持续不断的财务困境的不满 当局指控中方利用朝鲜的困境谋求自己的利益 韩媒此前消息 金正恩当局多次在官媒和政府官员主导的演讲中批评中共 有高级宣传干部甚至公开宣称 朝鲜导弹射程已经覆盖了中国全境 让朝鲜官员不要害怕中共 日韩媒体披露 金正恩也曾在内部叫嚣 要用核弹打击北京和上海 1月11日至13日 中共中纪委迎来了一场重磅会议 作为中共反腐机构 中纪委过去五年查处上百万各级党政官员 对于习近平来说 反腐也是其执政最大成就 但如今的反腐动向却显得扑朔迷离 有专家分析 习近平正面临关键抉择 中共党媒1月10日公布 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将于2018年1月11日至13日召开 北京当局下一步的反腐打虎动向 预计将在这次会议期间释放信号 中共十九大之后 中纪委接连公布了 卢伟、刘强、张杰辉、冯金柱、济江旗等五名中管干部落马的消息 近期更公布军中大老虎防风辉落马受查的消息 时政评论员夏小强分析说 防风辉落马被坐实 显示出江派在军中政变的警报暂时被解除 但是却非反腐升级的信号 相反 如今当局的反腐动向却显得扑朔迷离 习近平正面临关键抉择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中共十九大上主导习近平五年反腐的王岐山 退出了中共高层权力核心 这给十九大后的反腐带来不确定性 自从郑国及大老虎周永康落马后 在武童等级别老虎落马 二是赵乐际接手王岐山反腐 虽然十九大后当局已拿下了如为等五名省部级高官 但这也只是应景 而中国社会和民众对反腐的期待 早就指向了江泽民集团贪官的后台曾庆红和江泽民等人 但是迄今为止 没有看到他们要接受调查的迹象 三是习近平在2018年新年贺词的电视讲话中 必谈了过去五年备受国内外关注的反腐问题 从此前的开头没有回头见 到现在的一而不谈 可能有其政治中交易和妥协的隐情 夏小强分析 未来习近平当局的反腐走向扑朔迷离 这种不明走向给其执政带来了更大的成本和危险的趋势 随着习近平权力的进一步稳固 如果不拿下江泽民、曾庆红 那么江泽民集团犯下的罪恶及其压力 将更多的将由现任当局承担 中共官方通报称 中共中央军委前委员 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前参谋长因涉嫌行贿 受贿犯罪被移送军事检察机关处理 报道说 房峰辉的罪名一旦被做时 其影响可能超过张阳案 通报中提到房峰辉涉嫌行贿 受贿犯罪被查 但官方未透露房舍贪的具体细节 去年11月29日海外中文媒体报道 房峰辉与张阳几乎同时受到调查 消息人士还透露了房峰辉被查的相关细节 称受其牵连的将领多集中于中共军委联合参谋部下属部门 包括信息化部 四部等 在2016年军改前 信息化部 四部是总参二十多个部门中的两个 其中总参四部全称是总参电子对抗雷达部 主要从事电子干 包括电子情报 电子对抗 雷达管制等 信息化部前身是总参通信部 中共军委联合参谋部设立后 据信两个部门仍继承保留 报道说 房峰辉的罪名一旦被作实 其影响可能超过张阳案 因为中共军委联合参谋部承担军方作战指挥中枢的角色 上述消息人士透露 涉及张阳案的共有四十多人 目前均被调查 其中 张阳市土九地原广州军区至少32人带走 中共军委机关8人被查 在房峰辉落马后 大陆微信公众号正知道1月9日的文章披露 在房峰辉之前 公开披露的落马上将还有徐才厚 郭伯雄 田修斯 王建平 王启斌和张阳 除田修斯 王启斌外 其余上将涉及的罪名都已披露 以受贿罪为主 文章说 张阳是落马上将中罪名最多的一个 涉及勤贿 受贿 巨额资产来源不明三罪 房峰辉和张阳还有一个少见的共同点 都涉及勤贿 作为军中高级将领 受贿可能为众人所理解 刑贿这一点就值得深思 背后的故事自然更多 在张阳被证实自杀身亡后 陆媒文章中还点名房峰辉 而且两度称他和张阳是搭档 当时被外界认为是暗示房峰辉 也可能如同张阳般涉滩被查 房峰辉是中共前军委副主席 郭伯雄的老乡兼旧部 他在任兰州军区下辖的 第21集团军副军长 军长时 就成了时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的 郭伯雄的下属 据悉 房峰辉是已落马的郭伯雄的头马 房峰辉早年为了上位 不惜当着外人的面直呼 郭伯雄为险服 房峰辉被执与中共前军委副主席 郭伯雄关系密切 香港媒体此前刊文披露 房峰辉在郭伯雄被查消息出起之时 曾在私下表示 谁要敢动老首长 郭伯雄 我一枪毙了他 态度嚣张 文章表示 虽然后来房 张在军中清楚国 徐余读的运动中都高调表态 但无论是态度巨傲的防疫枪 还是壮肾可怜的张夏贵 都难逃被清算的命运 据报 在徐财后 郭伯雄架空时任军委主席胡锦涛 掌控军队的十多年间 徐 郭大四买官买官 提拔了大批将官 郭伯雄的儿子郭正刚曾狂言 军中一代将军是他家提拔的 中共十九届中纪委二次全会召开首日 习近平发表讲话强调 十九大后 要重整行装再出发 要坚持反腐上无禁区 全覆盖 零容忍 对老虎要露头秀打 苍蝇乱飞也要拍 分析认为 这是习近平对江派政变集团发出的警告 中共十九届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于2018年1月11日至13日召开 除外访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六常委悉数出席 新任中纪委书记赵乐际首次做工作报告 新华社报道 习近平在会议上强调 反腐工作要坚持无禁区 全覆盖 零容忍 坚持重恶制 强高压 长震慑 坚持受贿 请会一起查 坚决减存量 重点恶增量 老虎要露头秀打 苍蝇乱飞也要拍 同时习近平还提到要抓后面保护伞 强化震慑等等 统计发现 习近平前五年任期的反腐运动中 已经拿下了周永康 郭伯雄 徐才厚 孙政才 令计划等多个江派政变集团成员 十九大之后 当局点名周永康等人阴谋篡港夺权 除恶务进继续反腐 抓捕江曾 进而抛弃中共 是习近平能化险为夷 重建中华民族大业的唯一出路 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九届二中全会 在官方公布的内容中 与王界相比出现三大异常 一是罕见未提领导人建议名单 二是会期提早到了一月份 三是不仅要安排人士 更要讨论修改宪法 对于修改宪法 港媒分析主要有三大看点 中共中央政治局此前召开的会议上 决定2018年1月 在北京召开十九届二中全会 这一安排打破了此前延续多届的惯例 中共十三大以后的历届二中全会 召开时间基本为2月 晚一点会是3月 但十九届二中全会将在2018年1月召开 比以往提前了一个月 中共的二中全会 按惯例将向在3月份召开的全国人大 推荐国家机构领导人员人选建议名单 以及向全国政协推荐全国政协领导人员人选建议名单 不过外界发现在官方公布的内容中 却和网界不同 没有建议名单这部分内容 是否意味着高层人事不举行的罪行 主要体现在巨额贪腐 大规模杀害民众包括活摘器官 政变 出卖国土等等 李天孝认为 对其进行抓捕和判罪是理所应当的 是民意和依法治国所要求的 而且目前证据的采集和法律诉讼程序都基本完成 但江泽民集团的罪行是依靠中共的体制 资源 组织原则等共产党的邪恶力量才能完成的 清算江泽民集团必然牵涉到中共本身 一旦江泽民集团的罪行被公布 可能直接导致中共的崩溃 李天孝分析认为 只要习近平还没有把人民和国家利益 看得高于中共的利益 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共产党的本源和实践 都是邪恶的 都充满罪恶 还不愿抛弃中共 江泽民曾庆红就有可乘之机 就可以以中共的利益捆绑习近平 迫使习近平驻守 但是 习对江和中共网开一面是非常危险的 一旦中共垮台 习将承担中共和江的罪责 而习反复打江一路有惊无险 是因顺令天意民意 一旦保江保共江逆天意民意 凶险接踵而来 此外 江派也绝不会就此放过习 因此依然打斗激烈 有待关注 1月12日 港媒庭论说 本次二中全会还有一点与以往不同 那就是不仅要安排人士 更要讨论修改宪法 况且两相比较 在最高领导层的习局上 修宪的重要性要远高于人士 在中共十九大敲定政治局 书记处 军委 中纪委之后 人事大局已定 梁慧换届时的主要角色已就位 个别还不明朗的职位 也都是吴冠红指的次要配学 但修宪不同 将十九大确定的新思想 新核心写进宪法 这是固化新时代 集权体制的重要一步 评论说 本次的修宪主要有三大看点 一是 习近平思想纳入宪法总则的指导思想 上升到国家意志 不仅中共全党要遵守 全体国民也要遵守 二是 可能修改国家主席任期制 为习近平将来连任扫清法律障碍 三是 增加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有关内容 将国家机构由一府两院变更为一府一委两院 评论说 监察委不过是将中纪委加挂一块牌子 党政合一而扩权 重要的还是前两点 其思想在时 而上述有关老虎要露头就打的说法 被认为是习近平对江派政变集团发出的警告 1月11日晚 中纪委网站通报称 去年纪检监察机关一共立案52.7万宗 除分52.7万人 包括58名省部级及以上官员和3300余名厅局级官员 19大闭幕至今 中纪委接连公布前中央网信案主任卢伟 辽宁副省长刘强 河北原副省长张杰辉 陕西副省长冯新柱 山东副省长即将其5只老虎 近期更攻不了军中大老虎 中央军委员参谋长房峰辉落马受查的消息 时政评论家李天校分析说 从19大后 习近平打鼓的频率 速度和内容看 基本与19大后的5年相同 从19大后 已被打下来的6个大老虎看 与前5年绝大多数落马官员 属于江派 有参与迫害法轮功及政变背景相符合 不过 在抓捕首范江泽民 曾庆红上 习近平被认为犹豫不决 李天校分析 习犹豫不决的最大障碍 其实是放不下对中共的所谓感情 还不能割舍对中共权力的留恋 江泽民及